其实我觉得美国这些军事行动 其实它这真正军事压力 远小于它的外交压力 我觉得是借着军事来制造外交的 外交有利美国的外交环境 就以菲律宾这些军事的骚扰来讲的话 美国又在那边军演怎么样 其实以现在的未来的战争 现在的战争未来战争来讲的话 这些都是怎么样 我认为都是过时的玩法 因为现在的战争将来决胜点是什么 精准的飞弹打击 这个东西美国没办法就没办法 东空27英级21 它就是在3000公里外就把你消灭了 你听听在那边搞那么多国家 在那边操练来操练去 你挡不住那颗飞弹 你就是都是白弓 就是个靶船 全部就是靶船 所以我觉得可是美国在这些 做这些传统的这些军事行动 它基本上就是在骚扰 那最近又把菲律宾的议题炒热 对 背后用了很多的力量 把马可思 把他小马可思 把他搞到一边要去搞 可最后呢还是怎么样 还是要谈这个 南海行为准则 所以我觉得你把事情扩大以后 你会发觉军事问题 也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最后大家反而我认为 美国的效果反而让菲律宾更 很多国家更体认出来一个什么 一个铁律就是说 大家有个共同游戏规则 远大于啊 没事人家来插个花 把我搞到那个风口浪尖 最后呢 又什么只留下一些空 就是说空气 美国就直接空气 我有无人机在上空 我有什么什么什么 军舰在旁边 军舰在旁边 有什么用 美国敢动吗 不敢动啊 因为你这个搞不清 搞不好的话 你一颗航空母舰 基本上的话 一颗东风21 东风21就把你整个灰飞湮灭 所以美国也不敢冒这个险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一次菲律宾这个 所谓的马德雷三号事件 再度来 它能闹到什么程度 也不能了 而且中国大陆手上 还是有很多 还是有很多工具的 我硬的 可是中国大陆始终军舰 都没有出来 就光靠这个海警船 四千顿的 就把场面就控制住 我们看一下 因为这一次 中国大陆海警 你看到 它根本就是呢 把菲律宾的海警船 跟补给船夹在中间 因为菲律宾一直说什么 我们突破了这个突围啊 补给 但是其实你是被夹击 那中国大陆是放行 让你去运补而已 对 而且中国大陆处理手法 越来越成熟 我就靠我海警团就好了 就在我的严密监视上 让你上去 送两包面粉 三桶油 五代米 那又如何呢 又如何呢 又如何呢 那如果中国大陆在海洋 黄岩岛 就跟飞行黄岩岛 我就填岛造 造物了 我就吹沙建岛了 那你又如何呢 你今天你菲律宾 又能做什么呢 是啊 跟你硬的话 然后呢 你把你的 马里亚湾的这个 这个工程停了 又如何呢 对啊 中国大陆这个一带一路 可以给你的基建项目 我给你停个两亿 你闹了半天 你跟我美国人 闹到两亿美金吗 闹不到 闹不到嘛 所以我觉得最后 大家还是回归到 谈判桌上来 那事实上 美国在东协 二十年前 他就知道 他没有着力点 这一次拜登到东协来 他就不去东协 因为他很简单 他宁愿去越南 他也不要去东协 东协他争取不到嘛 对啊 而且东协成本高 他就专打两个国家 一个菲律宾 菲律宾我看这张牌 大概也用光了 因为你要很多事情 你就不要探到那个极限 所有的事情极限出来 也就是终结了 那现在又去打越南牌 越南牌 你不给越南好处 越南会给你好处吗 不可能嘛 那你美国 你现在拿得出钱吗 拿不出来 对不对 中国大陆一承诺 就是一百亿美金啊 对不对 对整个开放中国家 你美国敢承诺吗 永兴黄炎 这边嘛 再跟这个泽币交 泽币交 这个形成一个大 我们叫做那个大三角 是这样的形状 对对对对 那所以少了黄炎岛这一块 还少了这一块 黄炎岛这一块如果填好 因为黄炎岛我们有特别去研究 它的这个岛形 那这个东西很大 很大 它是一个细形湖 就是这样子一个细形湖 所以它整个填满的时候会是一个非常巨型的 所以对美国人来讲他最担心的就是中国开始催田 黄炎岛 这个开始催田因为大量的职批可以建立起来 然后空军的基地海军的基地还有民间的这些全部都可以建立起来 而且他可以直接威胁到这个驴宋岛 因为他基本上是对于北菲律宾 那么构成一个直接的战略上的一个监视作用 我们叫做牵制 那会使美国在菲律宾北部 因为美国这一次租界的军事基地 四个都是往这个巴士海峡这个地方的租界 对不管是克拉克或是这个他的海军基地 那这个黄炎岛全部都可以覆盖在内 那就差这一块 那中国大陆是因为以目前的情况还不愿意催田 但是这个岛已经收回来了 是有能力 所以是完全在中国的掌控内 什么时候催田 那要看实际好的时候就开始做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您刚刚看到的小三角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个小三角它本身对于仁爱礁的这整个海域 完全是在于海空军的作战的半径内 所以美国的军舰它很清楚的知道 美国的军舰如果进来所谓的护菲律宾的渔船的话 第一个它会遭遇到中国的海军 因为你不要以为中国的海警船 只有海警船在那边执行任务 没有还有 军舰是保护海警船 海警船保护渔民 然后同时驱离那些不守秩序不规矩的 这些菲律宾的渔民 或者是军警就把他们赶走 那你可以看到警察在这边执法 军队保护警察 那你美国的海军怎么敢进来呢 因为美国的海军进来 它面对中国的海军 还有面对中国的空军 还有面对中国的这个 在这个三个军事基地里面的 地面的反舰导弹跟防空导弹 所以它已经构成一个很巨大的火网 美国根本不敢进来一张嘴了 那菲律宾这一次总算领教到 美国人的一张嘴 好 领教完了以后 放出一个影片 好像菲律宾很生用 中国大陆放出一个更大的影片 然后原来菲律宾实在是不怎么生用 是被包夹的 那变成灰头土脸 那既然灰头土脸 要继续玩下去的话 那就是继续灰头土脸 那你小马克思还要继续这样玩吗 干脆不玩了 不玩了那就求绕嘛 那我们就愿意谈南海行为准则了 OK啊 欢迎啊 本来中国就是要把南海行为准则 谈起来 谈起来以后 才能够把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跟未来的 德国 英国 法国 荷兰等 这些域外的军舰 叫你们进入这个海域 要守规矩 守谁的规矩呢 守中国跟东盟联合起来的 南海行为准则的规矩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